馬後炮 回來最後一陣子的馬後炮 我們繼續討論何宅堯三寶 另外兩場馬 第七場 剛剛那節也提及過肥仔威威 這場是肥仔威威 幫他贏第30一場 這場是肥仔威威 排第六檔 上兩次配何宅堯 都有表現一貫一雅 這次是初上三班 但背得很輕的 他就乘著輕的 再下一城 我們就看看肥仔威威 如何贏 我們就看看肥仔威威威 準備 好了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 看到中間閃得快 外面白臂枯那隻又是紅 最外面還有這隻盛大光輝 外面第四位是水火蜂 再見到中檔第五位 是紅毛肥仔威威威 未已歡樂一生 暫時殿後兩匹馬 黃衣海旋盡期 淺藍衫粉紅袖 包尾是歡喜心 接近對面直路頭的時候 前面帶頭是這隻盛大光輝 外面位置是醒目涌區 又是紅 跟著內蘭第三 第四位是閃得快 第五位水火蜂 第六位金元寶馬 第七位內蘭勤得兼備 外面還有瑩家輝的橙眼罩 後面四隻肥仔威威歡樂一生 在後面兩隻海旋盡期 又拍著外面那隻是歡喜心 好了 對面直路的中美段 前面是盛大光輝放 醒目涌區第二位 次序上都沒有動過 第三位內蘭又是紅 第四位外面紫色衫是閃得快 第五位還有水火蜂 外面金元寶馬 在後面的馬 外面橙色眼罩 瑩家輝走了 中間勤得兼備 尾四藍衫肥仔威威 內蘭尾三藍眼罩 海旋盡期後 只有歡喜心歡樂一生的馬 好了 正在後直路 盛大光輝賣便 中間白鼻窟又是紅 紫色眼罩還有醒目用區 外面那個厲害 有瑩家輝上 最外面肥仔威威中間夾著 勤得兼備 最後百多米 肥仔威威外面掩上來 就贏出這場賽事 二三名 相當接近 有勤得兼備 壓住了瑩家輝 第四名 外面那隻 最後 外面後面衝上來的 肥仔威威 勤得兼備 衝刺得比較強勁 反而早段 在前面那些 聖大光輝 跟前那些 又是紅 那些 最後回來 全部都不在 第三 就是那隻 刑家輝 也賺了二檔 檔位形勢 其實都彈掉後面那些 又是紅 海船進機 城大光輝 都彈得很遠 你看到 何宅堯 都很冷靜 最後一段 400米多 他已經 一直向外 向外 向外推 然後捉捉他上來 我們看看 巡邁影片 其實這裏 這裏 六檔 這裏 出閘也不是很順 因為被金元寶馬 壓了一壓 這裏 現在縮在後面 前面就是又惠雄 又惠雄 又惠雄 那邊就是閃德快 外面就是聖大光輝 埋蘭 第四位就是水火峰 水火峰外面就是醒目湧區 醒目湧區 再裏面就是金元寶馬 金元寶馬 埋蘭就是勤德堅備 勤德堅備 再裏面就是營家輝 在後面埋蘭就是肥仔威威 在外面就是歡樂一生 包尾那兩隻就是 就是 歡喜心 和海旋進 現在開始轉到直路頂 其實聖大光輝也不算放得很急 但是最後也斷得很快 外面就是醒目湧區 後面就是尤惠雄 博舌位 外面就是閃德快 閃德快 就是水火峰 因為水火峰也有走勢 在後面就是勤德堅備 外面是盈家輝 贏馬那隻 尾三 現在是尾三、尾四的肥仔威威威 這裡你看到何澤堅已經開始 開始轉向彎 就開始推著 推著 叫馬走出去 然後 陳德堅備都開始向外移 然後轉入直路 現在直路 在外面這兩隻 就是衝掉了最行的兩隻 這裡 在這裡 刑家輝就走越近 越走越近 然後 Servari 透出了 但是 看到後面 醒目湧區就失了 失了 後面的聖大光輝也沒有太力 這裡 這隻肥仔威威 已經透出了 篤地贏了 所以 陳德堅被潘明輝努力之下 過了一隻 盈家輝就跑到第二 最後就是外面衝上來 我指著這隻 海船 海船晉旗 上回第四 過了一隻 又是紅 好了 不用了 其實這場馬 當然 你們看到 何澤堅的冷靜 以及 早段他轉入直路彎的時候 很刻意地 要搶那個位置 然後才可以全面去衝 所以 贏馬的關鍵就是這裡 至於 那隻閃不快 排四檔 但你見到 又是跑到外跌 當然 這個小組 當然 也有問過 這隻 有問過 都是關於歡樂一生 但是閃得快 其實 田泰安也有說 在後報告 坐騎在兩上圈 和起步點 顯得十分緊張 坐騎受吹拆 以取得前列為止之後 中早段及中段走勢 都令人滿意 他躲了五百米柱 就須受吹拆 然後他入主彥直路彎時 就須力拆坐騎 直路初段 早段的走勢都令人滿意 但後面不斷顯著墮退 因為他就說 坐騎在開跑前顯得緊張 可能是他表現令人失望的原因 賽後 受醫檢查這隻閃得快 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之處 同樣於賽後 潘頓表示 在外檔出閘後 組斷路程上 要趨責盛大光輝 以帶來對手 並取前列為止 趨近千二米柱時 就在右慧雄之外側勁跑 當右慧雄收慢的時候 他選擇將坐騎 上前取得領先 他說坐騎 其於沒斷未能以勁勢充斥 就可能歸咎 早段需要消耗力氣 以取得前列為止 最後檢驗這隻成大光輝 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之處 正如剛才所說 這兩隻馬都放在前面 即是跟急了 跟用了力之下 最後就埋不到尾 亦都步速到快 之後就讓後面的肥仔威威衝衝上來 肥仔威威這場 克服了三班 其實他再出這隻馬 都要留意 因為這次其實也有少少 贏了的形勢 但是這隻馬又跟他很相配 所以這隻 其實再出大家都可以再跟 這隻肥仔威威 至於右慧雄 聖大光輝等 其實這兩隻 之前都已經跑了一輪 大家當他回了一回 其實上一場 他們在1月15日同場交手的時候 其實這兩隻馬都用得頗多力 分別 他又是熊跑第三 聖大光輝又跑第四 可能這一場都拚了一拚了 雙隔得不太久 這隻馬可能有點見慮 要再回一回再等 勤得兼備 這隻馬就不用看了 始終形勢一有 這隻馬又回到 這次他又衝得頗好 下一次 這隻馬 他可能下一次就要上二班 可能他又要減少分 我們接著就看尾場 尾場 尾場是全熱門 這隻非凡品味 幫一下何澤堯 搞定了三寶 這隻馬當然大家要留意 但這場馬 想大家留意一下 留意一隻馬 就是跑第三這隻 非天劍 排一檔 我們就看看 我們就看看他 怎樣跑 這場是三班千二米 好 一開閘前面快 有非凡品味 很快 香港入面的非天劍 外面粉紅衣進黃色 大外洞 藍衫藍帽 騎緊閃電精靈 第五位白身粉紅帽 還有成才 內蘭第六位 有這隻 贏科超影 中檔灰馬 綠色衫高耀之聲 大約是尾六 左邊的馬 鎮山寶 尾四灰馬 是順勢寶 後面三隻 行雲流水 金康是啡色衫 包了最後是喬軍 對面直路中尾段 非凡品味 放島出來跑 接著第二位 進黃色 內蘭第三位 還有非天劍 中檔位置成才 一直頂著外面 藍衫閃電精靈 內蘭第六位 藍衫熱贏科超影 中檔第七位 還有高耀之聲 後面的馬 另一隻灰馬 尾五是順勢寶 後面有鎮山寶 行雲流水 金康那些馬 正直到直路了 前面非凡品味又大隻 又放島出來跑 折離了大約兩個馬 看到中間有進黃星追 外面上根 還有成才 馬嵐中間高耀之聲 裡面非天劍大外擋 還有順勢寶 接近中檔 非凡品味 何宅堯 三寶 呂健威 三V 第二名的馬 高耀之聲追近 非天劍馬 兩日馬要拍照 這場 贏馬的非凡品味 採取主動 幫何宅堯三寶 亦幫呂健威 反線搖本輝 現在連馬獅榜 反線第一位 剛才跟大家說 這隻非天劍 其實早段這隻馬 都值得大家看看 它的沿途走勢 因為很久之前 大前仗去年年尾 爆了一個很冷的位置 跑第二 二百多倍贏 輸給軍達星 我們看看巡邏影片 其實這一場馬 大家看看 這隻非天劍在哪裏 就是沿途一擋 這裡看到黎凱榮 動他兩邊 就讓他放在前面走 接著那隻非凡品味 非凡品味一早就出來了 另外一隻進王星在外碟 飛天劍的後面 就是這隻贏科超影 接著外面就是成才 在外面就是閃電精靈 再後一點就是順勢堡 順勢堡埋欄 就是鎮山堡 包尾那幾隻就是 金康 行雲流水 以及橋君 其實後面那些都沒有什麼走勢 直到前面那幾隻 就是那幾隻 這裡已經是沿途 這個河澤堡是直領到底 前塊後塊 飛天劍這裡 就跟了一根 但是最後也均速了一點 就走回第三 外面就是那隻高搖智星 灰馬牙 這個拿到空位就撿上來 最後就蓋過 剛剛緊緊就蓋過了 飛天劍 就拿到第二 第三就是飛天劍 最後衝上來 順勢堡 成材那些衝上來 但是呢 就埋便 合上合下 成材 就叫做 走勢好一點 就拿回第四 其實順勢堡 這隻馬 已經是慢慢慢慢 就是開始又到位了 已經幾次 這次又衝得近很多 上一場 因為跑過1650 當然就不是很適合 最後 現在縮回來跑1200 你有些步速 他又擠一段給你看 可以不用了 這隻馬 這隻順勢堡 當然是要大家盯著 看看遲些 再過多一點 再部署1200 其實這隻馬 下來的三班 其實這隻馬就很盡 贏馬的非凡品味 當然就 贏得很出色 19.5元 這隻馬 再出 跑1200 其實值得也要看 因為這組 其實都是一組 頗為強組 三班1200 因為那天拆了兩組 這隻馬要看著 至於高耀智聲 其實這隻馬 也有一點滋餘 一般 最後 有個位置就衝了上來 但已經被一隻 非凡品味走掉了 另外一隻比較失望的 就是那隻閃電精靈 又為田太安 我們看看他在說什麼 這隻馬也有問他 問他閃電精靈 他獲指示 自大我當出閘後 早段趨拆座旗 以佔取前列為止 他就說 閃電精靈出閘近屬一般 其後他需要大力趨拆座旗 但座旗未能完遇期觀加速 他就說 非凡品味和晉王星的均嵐 在早段 在無需趨拆之下取得領先 他認為 他需消耗座旗 不少其力才能持續上前 超越晉王星 已在非凡品味外側勁跑 他因而嘗試佔取他區 之後有遮擋位置 但是成才在晉王星之後保持位置 導致閃電精靈 在沒有遮擋下走三點 即是在直路頂上 大家都看到 曾經考慮過 在九百米處衰責座 以拆看是否能夠帶來晉王星 但是他留意到晉王星手鐵強勁 而閃電精靈走勢未如他所願搬樑街 他認為此舉 或須消耗座旗 很多氣力 因此他認為 儘管在沒有遮擋下走第三點 但亦以乘塞外側後勁跑士 座旗最有利跑法 座旗於賽後立即檢查 閃電精靈並未發現任何異常之處 但是看得很明顯 這隻馬 我覺得也是拼得太多 因為之前 國際騎士賽亞莫亞 贏那一場 已經是用力 用力都用得不少 之後再保重 連贏多一場 那一場就前快後快 也用了很多力 這次就叫做第一次跑千二 可能增停了二百 又未必是巧 所以這隻馬 也可能要回一回 再出 但這隻馬當然是有留意的必要 非凡品味 剛才也說過 這隻馬贏了 贏了之後 賽前就是68分 這場加了他 加了他 加了他 加了他9分 77分 其實還可以在三班 背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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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這次又有接近一點的走勢 也是一個主動的跑法 看看他下一次會是怎樣跑 兩次都已經是 兩次這樣上名 再出都要留意 大致都是這樣 這次也幫到何宅堯 連中三元 拿了三保 也突破了三百場頭馬 希望他就可以繼續 相信 即是今季高東離獎 他臨莊的機會都很大 因為第二名的華將 蔡明紹 計算了那天 只有十五場頭馬 現在就是34對15 其實都彈得了很多 何宅堯 還有金槍60 那些馬跑 所以應該 拿這個高東離獎 都是很篤定的 其他那些 即是大摩就欠一場 頭馬就千七場 看看他 是否在明天的賽事 還有就是姚本輝 現在被呂劍威過頭了 那明天會不會有馬 又再過頭呢 大家看看明天的賽事 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的心想 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 旭文社馬 剛剛那天 上次星期三 我們都中了四場 有兩場三 有兩場四龍賽 希望可以繼續幫大家贏一下 今集的馬後跑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 我們會有嘉賓 上來跟我做的 究竟是誰呢 到時才有分料 我們下個星期五再見 拜拜 拜拜